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 再跟各位见面 我姓蔡 我叫Tammy 你可以叫我Tammy蔡 那在我旁边呢 是我们在拉斯维加斯 非常出名的赌城的地产大王 吴先生 Raymond 吴先生 吴先生非常感谢您 今天来跟我商讨 Las Vegas 还有这个最近的加州 所有很多这个地震方面的变化 那我想今天 我们先问Raymond呢 听说你最近呢 到美东去玩 那我想他应该是玩得非常愉快 那我想Raymond 你是不是跟我讲一下 说你在美东玩的时候呢 你的感想是怎么样呢 对收货非常的多 满载而归 所以很久没有出去旅行了 所以我们今这次全家去玩 玩的那个不亦乐乎 去了哪些地方呢 短短的七天啊 那去了纽约 去了华盛顿 菲拉德拉菲亚 也去了这个奥特利尔 那个加拿大 也去了这个欧达瓦他们的首都 也去了千岛湖 最后到了奎贝克 非常的满 那才七天就走了这么多地方 对 天天都在坐车子 老实说天天都在坐车子 OK那Raymond 你觉得说你在美东看到呢 跟我们在美西呢有什么你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对我觉得真的就是不大一样 你知道我们美西大部分的话都是平房嘛 就像我们洛杉矶 像我们拉斯维加斯平房比较多 到了美东 到了加东 加拿大东边 像奥特利尔 像纽约 大部分都是高楼大厦 大部分都是高楼大厦 这是 这个就是你 张开眼睛都看得到 很清楚的 很明显的事实 第二个的话就是气候 气候的话呢 真的是觉得那边还是比较冷 较冷 对天气比较冷 像我们这个 我们拉斯维加斯 天天阳光普照 老实说我这次去那边 Temmy我第三天就想回来了 第三天 我以为你玩了这么愉快 三天就想回来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太阳 没太阳 看不到太阳 就是太阳 就算有的话也是很短暂 他们的时候都是乌云密布 然后都是冷风在吹 你想想看 夏天都这个样子了 那冬天不就更不得了 对呀 冷死了 你说的是啊 那冬天不是更惨吗 那你觉得我们Vegas 有什么好处 为什么人家会觉得 Vegas冬天跟夏天 比那个美东的冬天 夏天有什么差别 对就是说 连导游的 跟我讲 连那个我们这次去玩的导游 都说这一年 今年这一次的夏天 非常的短 好像说他前门 才进来后脚就要出去了 他们觉得很压抑 所以他感觉他有预感说 今年的冬天在纽约 在这些 菲拉德菲 华盛顿 奥特利尔 这个地方会更冷 我们希望他讲的不正确 但是呢 看起来好像这可能性很大 那就回到我们的拉斯维亚斯 拉斯维亚斯老实说 就算冬天也是很温暖 我们冬天下不下雪啊 Raymond 很难啊 很难啊 你想想看 如果没有水 怎么会有雪 对的 如果没有雨水 怎么来也来的下雪 所以我们冬天老实说 也是青天 白云 然后阳光普照 非常舒服 真的我这次去 就是非常的那个 就是miss 非常的怀念 那个阳光照到 我们脸上的这个 很温暖的这种感觉 嗯 那么你看最近呢 像在美东啊 或是美西啊 他们都是这种高楼大厦 然后呢 这个真的是每一个地区呢 很多即使有阳光 也都被高楼大厦遮住了 那在我们Vegas呢 基本上我们实际上 每一天都可以吸收到 很大的这个阳光 但是比较难 比较头痛的一点呢 就是说 虽然有高楼大厦 但是呢 你也很难 很难就是说 完全都没有这个地震 那最近呢 我们知道呢 最近在那个洛杉矶 对不起 在旧金山那边呢 有一个很大的地震 那你觉得 为什么这个地震呢 会影响他们住在这个西岸 或是东岸的这些居民吗 影响东岸是不会影响到啦 那么远啊 但是我们知道 他那边冬天会越来越来更冷 然后所以很多的新的移民 从纽约 从美国东岸 帮到我们拉斯维亚斯 为什么 就是来退休 退休 就是要能够享受这个温暖的阳光 是的 然后西岸的话呢 我们知道我们洛杉矶这边 一直 洛杉矶 旧金山 这地震的周期 已经差不多到了 很多地质学家 专家都有报导 叫大家要小心 要那个 要开始要有准备 心里要有准备 万一这个地震 什么时候发生 我们并不知道 可能是明天 可能是下个礼拜 可能是明年 可能是五年 以后 可能是二十年以后 谁知道什么时候 你知道在一九九九年啊 那时候我人在台湾啊 我是住在十六楼 那么刚好碰到 七点六的大地震 哎呀 所以呢 我隔年 我就马上搬回来美国 吓死人了 那么现在最近在加州 听说是差不多六点 六点七 六点一 六点一 哎呀 说实在是没有 经过地震的人 是不知道 我自己本身是 在地震这种 而且地震带呢 实际上 在这个加州沿岸 有很多的地震带 那最近呢 发生在洛杉矶的这个地方呢 我相信 Naba 对他应该是影响到那些 那这些住在旧新山的这些人 他们怎么办呢 他们 他们的房子 有受到破坏 或者是说 据说未来好像二十年以内呢 还会再有更大的一个地震 那你觉得说 对他们这些 要怎么让他们的房子啊 能够有保值啊 等等 要怎么保护他们自己 对对对 非常好的 非常好的问题 Tammy 对我们是不是 中国人有句话叫做什么 叫做 未雨绸谋 对 就是居高 居安 思维 在我们安全的时候 就要想到危险 在我们没有 下雨的时候 就会开始要准备 一些雨水 对不对 对对 所以说我们看到世界日报的报导 加州劫难 就在我们世界日报 2014年8月26日 洛杉矶版 这边头版写说 加州在20年 必发生大地震 这个不是我编出来的新闻 这个是谁说的 他地质学家说的吗 不是不是地质学家 是我们加州的副州长 哦副州长啊 Gavin Newsom 他在8月25号所表示的 他副州长出来警告大家 所以这个就我们不是我们说在我们在这个呃 为言耸听 哦 也不是说我们 我们在这边 希望它发生 老实说我不希望它发生 为什么 因为我爸妈也住在Arcadia 我爸妈也住在这个呃 这个洛杉矶这里 我们大家都不希望有事情 哦 但是如果事情发生 之后 是不是就亡羊补牢 就为时已晚 那你觉得说 我们住在加州的这些呃 居民们呢 他们应该怎么样子来做一些呃 预防哦 那当然了 你没有办法去预防 什么时候地震会发生 但是呢 你呃 有时候地震一发生 就像在东岸有时候这个呃 这个海啸或是呃 或者是呃 呃 狂风啊等等的发生了 有时候整个房子都已经飞走了 都都不见了 那在加州呢 呃 这些居民要怎么办呢 因为 譬如说在我们亚洲啦 在中国啦 在台湾啦 等等我们的房子很多都是用钢筋水泥盖的 所以只要地震或者是说 呃台风刮大风啦 下大雨 我们基本上不会有影响太大 但是呢 在洛杉矶在美国的这个建筑呢 实际上很多都不是用这种钢筋水泥做的 那么对这一些居民呢 他们拥有这么辛苦一辈子啊 所拥有的一个房子 但是呢 却在这种地震 或者是说在天灾的这个情况下呢 没有办法来保护他们自己的财产的话呢 那实际上是真的是一辈子都 就是会非常的辛苦的啊 那你觉得说他们应该怎么样子来保护他们自己的这个不动产资产呢 对对对 保护不动产的方法有很多 是的 但是我们就是说最简单的话 我们就说可以马上去做的话 其实就两种 非常简单 第一种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办一个叫净值贷款 所谓的就是 什么叫净值贷款 净值贷款就是说你把您你的房子已经有净值啊 可以到银行去 就是所谓的 对了解 你有净值那你可以到你的银行去办一个净值贷款 就是说你的房子呢 呃的价钱呢 现在市面上比较高 那么你的贷款呢 呃你的价值多于你的贷款 对 负债 所以你可以把那个中间的这个呃 呃贷出贷款出来 OK 然后他能够用这个这笔费用来做什么 这个这个钱来做什么 我我举一个例子哈 好像说你当初买呃几年前 四年前五年前买的房子是五十万 五十万啊 那现在啊 感谢老天爷啊保佑价值一百万了 哦 OK 大涨价 那一百万你可以去办一个净值贷款 一个line of credit 然后基本上都可以带到呃七十到八十percent 哦那等于说可以带到一百万的话 就变成可以带到七十万到八十万 OK 那如果说我们呃就是我们假设你可以带到八十万 八十万扣掉你原来买的价钱的五十万 嗯 如果你买的时候是现金 那你是不是你整个八十万都可以钱套出来 全部都拿出来再投资 嗯 如果你买的是贷款 哦不管你带五十万四十万 哦我们就再带五十万好了 那五十万您八十万扣掉五十万 你还好三十万 这个钱也可以拿去投资 你不需要卖房子 还可以在那边安居乐业嘛 哦你继续在那边上班 很多呃好朋友 哦很多我们在加州的好朋友 需要在苹果电脑上班 需要在谷歌电脑上班 嗯 啊需要在这些大的公司上班不可能搬家 对 所以说他们但是你可以用禁止贷款 refinance cash out这个方法呢 把钱套出来 然后再去投资 这样的话呢你不会把所有的鸡蛋 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 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嗯 万一掉到地上 全部都没了 全部都没了 对 那你一辈子的心血是不是化为 就像就像加州这些 这次大地震啊 就是他是正央就是在这个区块啊 对 那么他延伸了在这个区块呢 基本上呢他所影响的区域是蛮大的 那么这些区域的这些居民呢 基本上他们都可以用这种所谓的净值贷款的方式呢 能够把他们的这个房子的价值呢 拿出一些部分呢 再投资在另外一个呢 比较有增值的这个潜力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拉斯威亚斯 对不对 然后这个东西 刚才讲到说 副动人讲20年 现在有另外一个专家 就是我们所谓的加州地震研究中心的教授 王永康先生 他说五年倒数 所以说这个这个急迫性是很现实的 这个东西绝对不要去赌 我们不知道是不是20年还是五年 还是还是明天还是下礼拜 但是呢你今天分散风险 我们投资啊 投资房地产啊 不管是投资房地产还是投资股票 都有一个金科玉律是什么呢 就是要分散风险 对对对 我们不如不要把所有钱买一支股票嘛 对不对 对 不管苹果电脑有多好 不管谷歌的股票有多好 不管Microsoft有多强 我们不可能全部都砸在一支股票 万一有什么三长两短 我们是不是跟着就遭殃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买 我们为什么买Mutual Fund 对对对 Mutual Fund里面是什么 是一家公司还是说 有100家公司 就是把我们的风险分散 才不会全部就像我们讲的 全部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 那么Raymond你认为说 他们这个加州的这些居民呢 他们把这些equity 这个loan拿出来 他们在我们拉斯维加斯呢 他们能够做哪一些方面的这个投资 投资很多啊 我们这边就讲个很简单的例子 在三番市 我也去过三番市的那个 就因山的那个中国城 中国城的话 它一个公寓 就是很旧的公寓 一房一厅的 听说也要五十万了 五十万 哇在拉斯维加斯 五十万可以买到 差不多豪宅 豪宅 真的 但是我们当然不要买豪宅 我们五十万呢 在我们拉斯维加斯 可以买 是不是也把它分散了 对你可以换成十栋公寓 而不是一栋 一栋变十栋 Condo这样子 就是把这五十万 然后再分开很多的Condo 然后来做这个 那每个Condo都可以收入 对啊 都有住进收入 如果 对不对 你一栋五十万都还在涨的话 我们五万块会不会涨呢 会不会有升值的空间 我想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 对对对 那这种这种方法呢 就是叫做1031交换 1031交换 我相信很多人应该有听过 但是你可不可以针对这个1031交换呢 他到底是怎么去运作 那么对一般的投资者有什么样子的好处 来把它详细的做分析呢 好的 这个叫做1031交换 大家大概耳熟能详 但是还是很多人还是 搞不大清楚 所以我们因为这个题目蛮大的 我们希望在下一个 在下一次的video 我们再详细跟各位解说 嗯 好不好 OK 因为我们最近也有蛮多的这个 蛮多的客人呢 都有在询问Raymond 所以Raymond呢 他特别呢 就把这个1031的交换的这一个方案呢 就是提出来呢 要逐一的跟各位这个观众呢 做分析做说明 让大家对这个方案呢 能够有更详细的了解 知道说您的投资呢 能够怎么样的去做风险的 风险的这个分配 然后呢能够得到怎么样子更好的一个投资的组合 那么Raymond那就 期待您下一次来跟我们更详细的分析 非常荣幸 非常谢谢你 非常谢谢你 如果我们更感到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一下 是否贵的 爹呢 不是 我来一会儿的 你拿下来跟我一家的